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介绍了 在PeerP中操作MySQL得用PeerP的一个扩展 对吧 叫做MySQL的扩展库 咱说有那么多扩展 对不对 咱们要选择这个扩展 其他的咱们都说过了 对不对 这些函数就是你想怎么操作MySQL数据库 就怎么操作 咱们不能按照这个一个一个学 咱们必须得找个规律去学 对不对 才可以 首先我们就得看一下这扩展安不安装 对不对 在不同版本里边 这个大部分版本默认都是安装的 有一些新版本的 因为这个已经要获释了 所以好多的内装人 对不对 怎么看扩展装不装呢 咱前面也学了很多扩展 对不对 你做一个PeerPinfo.PeerP的一个函数 这里边只需要写一条代码 什么呢 就是PeerPinfo 然后我们打开队览器 访问一下 就知道有没有这套扩展的 对 boxhost PeerPinfo.PeerP 看一下 好 这里边能看到 下边扩展装没装 如果这里有的就是装了 你看 MySQL扩展 是不是 那需要配置的 你可以打开配置轮件 配这些权限的信息在下面 对不对 这些就不是重点了 咱就不用去说了 对吧 这就是PeerPinfo 我们看到了 MySQL扩展已经装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操作MySQL数据怎么做 操作Pinfo里边 这里边都有行 是帮我们 早说过了 对不对 首先看一下 在命运行我们怎么做 命行 我想在命运行操作数据库 第一步是不是得连接到数据库 对不对 正话 MySQL-H得指定主机 看到了吗 -uroot得指定用名 -p 你可以在后边直接写 -uroot得指定密码才能够连接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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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oot得看到了吗 -uroot得看到了 -uroot得我们这块也得干嘛 -uroot得在我们连接数据库 我们就写了TES的 PeerPinfo程序里边 我们要想在PeerPinfo程序里 操作数据库 这一步也得必须的 不然的话 网上有那么多数据库 你操作哪个对不对 对 你得有权限能操作对不对 DHB 我们谁答话看人家 第一步 部署一干嘛 就是连接数据库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要处理的第一步 连接上数据库了 我们是不是密码得一直开着 然后再次操作 用完之后 我是不是得把它关了 对不对 所以最后一步 拉死 干嘛 必须得关闭连接 关闭连接 连接数据库 返回来的 如果连接成功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返回资源的 对不对 然后中间是不是就操作资源的 对对吧 连接上数据库了 第二步 怎么的 其实我们在这就可以写 四个语卷了 在命了还是连接上之后 是不是可以写四个语卷 对对吧 但是我们最好 将一个库 作为默认的库操作 这样的话 每个语卷里边就不用加 酷点表明了 对不对 这的话我们再选择一个库 作为默认的库怎么办 是用柚子 然后比如说戏车 Prp 等多天见的库 是不是改过来了 写个S 看下状态 这里边是不是在库里边 当前数据库 是不是这个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步骤2 FTPP步骤2 干嘛 这边就是选择一个数据库 就是买社会中的一个数据库 作为默认的数据库使用 也就是下边操作的所有的 直接写表明都是这个库 下边的表 对吧 操作库 连接上的操作库 咱们还可以看看第三步 其实连接上了有这个资源了 我们在第二步就可以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设置信息 设置的操作 那都有什么设置操作 假如我这边再加一个第二步吧 那我这边就改成什么 第三步 比如说设置连接的自动几样 对不对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设置 对不对 判断连接是我成功啊 数据库选择 我们也可以判断成功 对不对 对 那大概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步骤 那 STEP 第四步 最主要干嘛呀 就是 执行 咱们不管用什么客户端 连接数据库 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都是使用circle去操作 所以咱们这话就是什么 操作 数据库的 circle 语句 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对 那执行四个语句 这话下边还得吸启 那后边咱们再过 咱就先开这几步行不行 咱们再往下细说 对不对 对 不然咱过去写太多了 咱没写了 看不出来对不对 首先看一下连接数据库 那肯定系统有函数帮我们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这里边 这套还是已经装了 哪个是连接的 打开一个 买三个服务器的连接 看到了吗 返回的是不是资源 对 里边需要指定的都是可选参数 服务器 用户名 密码 对不对 后边什么新链接 扣的什么标识 这些东西 对吧 你只要寄签三个选 后边两个咱们都不管他干嘛 对不对 因为根本没用 知道吧 所以就寄签三个 主机用密码 和我们这块连接 上面用到的 怎么的 主机用密码是一个 因为咱们用同样的连接 同样的主机 用同样的主机去连接 对不对 对 看一下 还是说用奶奶 还说 买四爷狗夏娃县 西游NVCT 是不是用这个函数 里边三个参数 主机 localhost 对吧 用个名 咱们是 是不用路的 密码咱们是不用 123456 对不对 返回来的就是一个链接的资源 看到了吗 当然我们这会儿可以判断一下 连接是否成功 对不对 如果连接成功 返回的是资源 如果连接 如果连接失败 返回的就是假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呢 首先我们访问一下 现在我是按成功写的 返回的是不是资源 买四个连接 对不对 如果我这里边 假如说我失败了 怎么样的失败 很简单 随便写错个密码 多一个1 对不对 是不是连接就不成功了 看连接失败 咱不管别的 看是不是假 实 是假 实 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会儿 就可以做一件什么事 看一下 如果资源可以当真来用 看到了吗 如果连接成功的话 我们这会儿就写连接成功 对不对 成功你提示 用户有什么用 用户看到这里 你没有用 对不对 加个财号 对不对 如果连接失败 输出 连接数据库 怎么当失败 对吧 那我想知道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办呢 连接数有失败 有函数 有函数 什么函数呢 再找一下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还要接触 很多个函数 如果连接失败 我们是不是想知道 错误失败的错误信息 什么呀 对 买CQPR O2这个了吗 对吧 点开之后 里边只需要一个资源 所有买CQ操作资源 都是可选择 除了买CQ这个 其他用到资源 是不是需要传资源 必须传 那前面这种过吧 文件目录 需要资源的函数 说必须传资源 图像需要资源 是必须传资源 买CQ数据库 应该是经常操作的 他把所有的资源 都当成最后一个参数 就是你不传 他会找前面用的资源 是什么 什么时候必须传资源 比如说 对吧 我这儿还带有个 LINK2等于 买CQ下滑线 COMPT 我再连接 假如妹子的机器 192.168.1.111 这是妹子的机器 对不对 假如是连接你的用户 妹子密码 111111 假如是这样 是不是两个资源了 两个资源 你想判断哪个资源成功失败 或者想关闭哪个资源 对不对 是不是就得指定这个资源号 对对吧 如果不指定会以最后一个为准 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当然了咱们经常会有连接多个数据库 对不对 但做小项目还是连接一个 所以这话以后就不多提了 好连接失败 那我想说出错误 原因什么呢 就是买C的下面 EAOA 是这个我不存资源 或者这话直接写的另一个资源 是不是都行 既然它可以不写 我建议大家便写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资源号改的是每一个都可以改 对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会可不可以连接出 连接数据失败 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用户 没有那么错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提示的东西 对不对 不这么写的话 你也可以解写 我这里边都给你解写一下 直接你在这话或者BNE 什么连接数据库失败 也不是不行了 对不对 这话也是完全可以去处理的 对不对 如果成功是真的话 是不是就不止用后边 用到的就是或者短路的功能 对不对 这话也常见 那我只会这俩写一个就行 对不对 不得起了 好连接上数据库 出了 有资源了 是不是得关闭资源 对 这里边我们用到另外一个函数 什么的 买 sick close 关闭买 送联系 很简单 存资源就行了 对不对 关闭成功失败 也不用去判断 它虽然反而是不耳相职 对不对 如果有多个资源的话 你就得指定关闭的哪个资源 对不对 不指定后个人是不是就得一个资源 对 所以我这会可以不指定 对吧 对 在这话 我能说了连接上了 你干嘛了 也判断成功失败了 对不对 成功如果成功的话 是不是就不指定 那个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设置信息 对不对 那能设置什么信息 能设置什么信息 比如说字符集 对不对 在买sick里面设置字符集 就是传输字符集 使用的是什么 在买sick配这个文件 你可以写 命运行也可以写 在这会儿 比如说 你看我现在写个s 字符集是不是 gbk lending一样 咱们这桌不是油条 对不对 传说字符集 你刚想是用条 怎么办 sign names utf8 先个s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了传输 客户端的 和联系字符集是用条 对不对 咱在装数据库的时候 字符集最好都是用 字符集了 8 装的是没选择 对不对 创业表的时候 咱可以选择字符集 都可以指定 看 优条8 对不对 所以咱们想这里 传输也使用条8 这话可以用 执行刺客语句 买sign 加线 Q 压外 使用这个就可以 别的库里边有 买sign 执行 sign names utf8 这话没有杠 知道吧 这话可以设置操作 比如说设置 字符集 设置 字符集 其实这套语句 我不建议大家使用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使用 记住了 因为这套语句 它也算一套四个语句 执行 对不对 那不影响效率 你放在这的话 下面执行任何语句 之前都要先执行它 也就是你将来上线的项目 有一半的语句 是这套语句 对吧 如果不加它 是不是能省一半 设置语句 对吧 那说不加的字符集 怎么能确保一致 只要你 文本编辑器 使用的是油条8 数据库使用的是油条8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都用油条8 那就是统一字符集了 你就不用在这话 再执行了 就知道吧 所以这话 我最好给它做了 叫大家尽量不要用 就这么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这么做 对吧 那说买sign 数据库 有什么字符集 怎么为什么非得用油条8 有好多种字符集 但是我告诉你 油条8是最好的 对吧 不要说了 默认证证里边会有GDK吗 GDK GB232 国标2312 是1981年出现的 比较早了 对不对 收入的汉字不那么全 GBK是95年出现的字符集 对吧 离咱们现在很近 字符集还算很全 是国标的扩展 GB是国标配置扩展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油条8是中热含多字解的 对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只是一个字出问题 如果GBK有问题的话 是一行都会出问题 所以为了通用 咱们通常都选择油条8 那为什么好多软件 它默认是GBK呢 或者GB232呢 GB当时是国标 好多人家汉化端国标来的 那新手承转呢 又不会改字符集 所以呢 开始就用什么 就用国标的 对不对 国标的什么 GB的 那他默认使用这个 软件都开发完了还是这个 都开发完了 你再改字符集 没那必要了吧 所以不需要改 这是设计这个操作 咱们简单就设计字符名 还有 是不是咱们像命令孩刚才说了 得选择一个库 作为默认的数据库 对 这样的话 咱们操作才可以 那怎么选择一个库 作为默认的数据库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还有一个函数 什么呢 看这里边 mySQL选择一个库 这里边找选择一个库 mySQL slash的db 看到了吗 选择买设计数据库 作为默认的库 后边资源能可以不存 对不对 我们这话 用这个行为就可以跟 用子作用一样 mySQL下滑线什么 sdlcdb里边只要存 咱们要操作数据库 什么 其实说pd就可以了 现在在第四步 再执行的所有的 设计数都是什么 都是 这个库下边的 对吧 好 时间关系吧 咱们这几课就先了解这么多 这几课咱们就怎么连上 怎么处理对不对 然后呢 设置呢 咱们稍后再详细的说对不对 那这话 怎么选择一个库 怎么关闭 现在是不是就差执行伺库 好 好 真关系 这几课咱们就继续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